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 导演大鹏带着自己的剧情短片吉祥与观众见面 影片对准了东北小城的一个大家庭 主人公吉祥得了痴呆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影片中有生离死别 也包含了一个家族的矛盾冲突 从初让大鹏为观众认识的屌丝难事 到让大鹏广为观众熟悉并喜爱的煎饼侠缝纫级乐队 在大家的印象中 大鹏的创作总是离不开搞笑 而吉祥这样一部严肃题材的作品 让不少观众感到意外 大鹏说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出发的目的 而对他而言 他只是为了表达 我没有那么说的那么责任感 感觉好像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求生欲吧 我希望保持创作 保持创作 保持输出 保持有说话的机会 然后有说话的机会 被大家看到的机会 你如果这么反过来去描述它的话 你会觉得你拍了一个内容 然后很多人对自己的家庭有了共鸣 然后很多人去反思自己家里面的问题 怎么去修复 这当然是一种责任感 但它不是我出发的时候能够背负的 那个太大了 此外 大鹏认为 拍搞笑题材和严肃题材的作品 并没有太多差异 在他看来 搞笑作品也是严肃的 只有演员无比投入 相信角色 才可以让观众觉得好笑 搞笑电影让观众发笑 严肃题材的作品引起观众的思考 并没有太大差别 而无论是搞笑还是严肃题材 大鹏都不会让这些形式 阻碍自己的创作 他说以后的作品可能是爱情电影 可能是恐怖片 也可能是科幻片 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我要是拍 我会拍什么呢 吉祥那个村庄里面 有一群 有一群东北的农民 然后在田地里发现了一个外星人 他们在研究 是不是可以把它吃了 或者是把它做成什么 或者是上交给国家 就是我的那个点 也许它不是着眼于现代的都市 我喜欢的可能是角落里的那些事情 大鹏的不少作品 都着眼于小人物奋斗的故事 他说几年前 他和年轻的观众交流时 他都会建议大家慢慢来 别着急 先确理方向 不在乎速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在的大鹏认为 速度也很重要 最近几年我有改变 我突然意识到 时间它比想象当中走得快 我们那时候叫80后 我觉得80后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就是很多位置没有被占满 然后呢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 现在再说95后的话 他们压力太大了 很多的那个职位可能依然还是被这个 我们80后这群人就坐在那 那个坑就在那 但他们又坐不到那去 所以我突然改变了我的想法 如果这样我给一些建议的话 我觉得其实速度也很重要 而对于最近广受热议的996 大鹏有自己的解读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自我要求 不是说公司对你的要求 公司要求你必须这个晚上加班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自我的要求 就是你可以按点下班 但是就是说你对自己的提升 体现在工作之外的读书 健身身材管理 然后让自己周围的一切环境 变得更优越 让自己更进步 大鹏说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对等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加速让自己成长 2013年 大鹏写了本书 叫在南稿的日子消出生来 六年过去了 大鹏坦然面对自己的变化 也许过了六年 可能再回看那一段的内容 有些东西和观点 其实是有稍许改变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就是说要勇敢的拥抱和接受自己的改变 然后继续往前走